位在吉安乡的佛光山月光寺 6号举办了新建工程七宝奠基典礼活动 由佛光山寺副主持会召法师主持 华林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游淑珍等地方士生 信徒上百人参与了活动 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祈求建事能够圆满顺利 位在吉安乡的佛光山月光寺 6日举行新建工程七宝奠基典礼 由佛光山寺副主持会召法师主法 带领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游淑珍等地方士生 信徒百余人送辞新金 参与盛会 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 祈求建事圆满顺利 我们常常说花莲是我们台湾最后一块镜头 其实我们这个月光寺也是一块镜头 大师曾经说过 这个寺院是我们心灵的加油站 是一所学校 是一所百货公司 所以我们除了说追求外在的敬余 我们更要开发我们内心 心中的敬余 随后进行七宝入寒 将佛光砖、红布、钳壁、铁钉、木炭、生铁、五谷、七宝盒等入基 在置入地理建筑基地中心点作为巩固红法秦旧大业的象征 我相信这一年多心中有非常多的盼望、期待 是我们妙宣师父多么多么的期待 我们赶快把楼盖起来 赶快让我们的佛法能够在花莲县、在东台湾能够发亮 能够让大家能走进来、能亲近佛法、能进化我们的人心 其实今天应该是我们极安县的大事 因为月光市就在我们的极安县里面 不只扶持了我们极安的重心、大德、所有的县里 更扶持了我们所有花莲县、所有的县里 我相信这一份安定、这一份力量、这一份祈愿 我们不用千里迢迢到高雄、到远方 就在我们花莲,对不对 期盼近30年,在星云大师及诸位长老指导下 历经多次变更设计及多项审查程序 月光市得以重新新建 月光市主店大雄宝殿将是挑高三层楼建筑 另一栋可容纳约120人的厢房 提供来往参拜的信众住宿 预计在两年半会完工 记者讲帮演、节安相报导